圣经中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故事 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顺服于神 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信心 而这样的信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无论是试探或者是试炼 凡神同意落在我们身上的 都是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 只是我们常认为自己做不到 神清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多少 所以他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了 不同的学习计划 就像亚伯拉罕愿意献上 自己的儿子为祭的这个试炼 这就是超乎凡人的信心 由于他具备这样层次的信心 所以神只选择了 亚伯拉罕 并没有把这个试炼的机会 给其他的人 一生中我们会面对 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试炼 而在这其中 神也会给我们大大小小 无数的且不同的恩典 越难的困境 越大的试炼背后 都有神更大更美好的祝福 和更丰盛的恩典 神是大爱的 他总会给我们超乎我们信心的恩典 但我们又凭什么 去承受这样大的恩典 所以我说试炼本身 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就是天国的应许 与这永恒的生命相比 在这个世界上再大的苦难 也真是短暂的 在面对困境 疾病 或苦难的时候 人们常会软弱 痛苦 跌倒 忧虑 胡思乱想 在遇到自己 觉得无力去改变的人 或事的时候 也常会埋怨发牢骚 崩溃发脾气 逃避不面对 在祷告所求的事情 暂未得到应许的时候 急躁不耐烦 甚至还会怀疑 其实呢 这一切归根到底 还是信心不足 不相信神 能够解决一切难题 不相信神 可以把一切不可能 变为可能 不相信圣经中 记载的神迹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即使嘴上说信 心里想信 可真实表现出来的行为呢 却是丧失信心的 耶稣说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还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的信心 神 和壮大 用更大的信心 去面对每一次的失恋 同样也以信心 承载神 给我们的每一个丰盛的恩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用信心 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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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信心 我用信心 我用信心画出你 你的恩典 如真心 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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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估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送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救生的人是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人心靠住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人心靠住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人心靠住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做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